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大家请跟我合招 请跟我念 那么常驻释方佛 那么常驻释方法 那么常驻释方法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大金塔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诸尊菩萨 摩赫萨 我尽招请 往生父母 历代祖先 累劫父母 冤亲债主 流产胎儿 六道友情 同来法会 同享功德 愿家中父母 所有病苦者 消除业障 无病自在 同臣佛道 那么大愿身子 那么药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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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往生者 所寫牌位 身上愿亲在主 离苦得乐 同身净土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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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餐厅内外 所吃所杀 动物亡魂 鱼类海鲜 得到超度 奥阿弥陀佛 甘迦南无阿弥陀佛 好 请方长 我想各位刚刚这样念 那就是一种慈悲性 也是一种空性 空不是没有 不再讲空 就是因为你了解 离开家里的爸爸妈妈 离开我们的祖先 我们不能存在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写 因为我们关心活的人 生病的人赶快好 我们更希望往生着赶快超度 那这个就是佛教里面修的空性 为什么 息息相关 就像做妈妈的 永远在担心她的儿子女儿过得好不好 身体好不好 那佛教就要我们学这个关心 只是呢 只关心自己 那会痛苦 就像你很爱你儿子 爱你女儿 然后你很担心她 变成你的压力 那佛教教我们呢 不要执着 我们要关心全部 如果你关心全部 那你就没有压力 所以就像你一直担心你自己生病 那你就压力很大 特别缅甸很喜欢算命 说你明年小心了 要开刀了 你现在已经在开刀了 那你就很担心 那我怎么办 怎么办 但是别人开刀 那不管我的事 那些猪每天在被杀 跟我没关系 那这样就是自私 所以站在佛教 那如果你只为自己想自私 那就会造成痛苦 所以所有痛苦 并不是有一个真的痛苦 而是因为你的执着 我关心我的身体 我只关心我儿子 我关心我的事业 还没赚钱 那你就会自私 那这个自私呢 就会起烦恼 怕失去 又有用心要想办法 要占有它 得它 然后因为自私 它就会保护 不甘愿 哭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自私的感情 所以有时候你想一想 各位 有爱情的时候快乐 还是不需要爱情快乐 需要爱情快乐 还不需要 大声一点 不需要 那不很简单吗 但是现在我来仰光 刚刚从我们妙音室出来 又变了 又热闹了 蓝男女女化妆 然后传统跟现代冲击 什么叫现代 每个人在追求现代 现代就是一种欲望 手机 化妆品 漂亮衣服 所以他认为这个才是快乐 事实上这是一种欲望 满足欲望 传统是什么 大金塔 打坐 念经 出家 我们很羡慕 所以因为出家 是一种解脱 是一种孝顺 所以我想 特别现在我们是在缅甸 有点阳光 然后开始进步了 交通阻塞了 大家开始有比较了 现在不信佛教了 信比较 看谁车子大一点 衣服好看一点 手机进步一点 所以慢慢他就离开了传统 事实上各位我想 到了大金塔拜佛 是找到自己而已 就是说你的心寂静 安静 恢复你本来快乐的心态 无所求 念经 很快乐 但是离开你的心 你去追求那些爱情 欲望 金钱 又开始痛苦了 所以当我们去拜佛 打坐 诵经 去孤儿宴 帮忙 你会觉得内心很平静 当你去设计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就不平静 当然有些人去拜佛 还是有所求的 所以我去泰国看他们放生 女生有去放 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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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念老半天 那我有一次还旁边会听泰文 我说他们在念什么最后 最后就是念他男朋友对他好一点 最后就是发愿 所以那这样利用佛教满足自己自私的目的 这样而已 他当然就不安定 万一还是不好 他就会很痛苦 所以念下来 放下就快乐 快乐不是满足欲望 快乐就放下 我不生气了 我没欲望 我随缘接受了 身体不好 那我就多吃素 多放生 多拜佛 不要担心他 万一死亡来了 那死亡搞不好是解脱了 这辈子做了这么多善事 升天 所以那就要放下 因为你越担心 所以有一句话说 生病不是因为肉体的病死的 是因为心理担心 而怕死的 就一直很担心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心态 但是如何让自己快乐 就是你用担心去从事某一件事情 反而事情就没有效率 不成功 担心失败 担心爱情 担心生病 担心死亡 那释迦牟尼佛是告诉我们 没有错会有这个变化 生脑病死 但是要把它超越掉 佛陀不是不会死 有肉体都会生脑病死 是这一颗心 既然你知道会生脑病死 那你就要把这个心超度了 就是入涅盘 对不对 念经啊 打坐啊 正空性啊 超越了 那你生脑病死 对你来讲 随缘吧 活十天 活十年 活一百年 随缘吗 因为对你来讲 无所谓 但是如果我们修行 不是为了这个目的 我一直拜佛 一直诵经 一直拜佛诵经 希望达到我的一个 自私的动机 那这样佛法 意义就不在了 所以我想打坐 这些法师 比丘都会叫我们 放下 放下 连身体的痛都要放下 连脚酸都要放下 你只要念佛 这样就好了 诵经 甚至连念佛诵经 有些都不用 连这个都要放下 你就静静的 静静的 进入那种状态 那你搞不好 还会有神通 等等可以帮助别人 但是如果你很担心 那就没办法 那如何让我们的心 比较能够不担心呢 首先就是转移 我们去看大金塔 我们去拜佛 我们去放生 那个时候没有担心 那个时候是一种慈悲 就像各位看到前面的花 那你要观想 哇 这个花这么庄严 然后呢 供养佛塔 供养佛像 那这个功德呢 马上给往生者 他的地方变成花的世界 不是地狱啦 给现世者满怨 那你要转这个念头 就像人家跟你说 你晚上睡觉 你这个房间有鬼 有没有鬼是不知道 你就睡不着了 因为鬼在你心里了 然后等一下说 错了 不是你的房间 是别人的 你这间没有 你不早一点说 我担心了两个钟头 那事实上就是你的心态的问题 就像我常比喻的 你睡觉的时候 床底下死一只蟑螂 蟑螂要管它呢 明天再少 但是他跟你说 不是啦 死一个人 哦 跑掉了 所以一只蟑螂跟一个人 还是一个肉体死亡而已 那是因为你的心态的问题 造成你痛苦 所以我想 如果各位要真的很快乐 来再念一下 佛陀讲 诸恶末座 众善奉行 致敬其义 哦 这个很重要 致敬其义 就是说 你要能够静化你的心 你要能够调伏你的心 当然 诸恶末座 你不要去伤害到别人 那你就不会痛苦 杀身 偷盗 邪淫 骗人 喝酒吸毒 对不对 那这些是坏事 那这些坏事如果你去做 那你一定会痛苦 我想缅甸 对整个世界 最大需要贡献的 是吧 我们缅甸人 相信因果轮回 善恶报应 所以我以前来缅甸 他们都说 师父 你拿一袋钱在路上走 没有人会去抢的 因为这是我们缅甸 我们就觉得 真的吗 因为在国外不敢拿钱 只能拿信用卡 拿钱会被抢的 所以 那这代表因为缅甸人有活教的教育 所以他们孝顺父母 看到老人家老师身体弯弯的 很好 所以诸恶末座 重山奉行 缅甸是世界登记的 第一个会布施的国家 第一名的 为什么 我礼拜二 所以我要赶快去拜佛 几岁 像我六十了 我要倒六十杯水 我这些要倒六十杯 要六十朵花 就很会布施 我们是一年一次做生日 这边是每个礼拜一次 那当然功德斗了 众善奉行 共袈裟 那一天我们去共袈裟 一件袈裟 因为整批布六千六百块免币 太便宜了 Sky Sky那个 供养比丘尼的袈裟 太便宜了 所以不到四五块美金 那就可以供一套袈裟 比丘尼供药 所以那天我们一个比丘尼供养 一万块免币 他们就很多人来排队 那所以在缅甸 你一点点的钱 可以做很多功德 所以佛陀说 你能够以清净心供养出家人 得决定果报 什么叫决定 心想事成 因为你清净心供养出家人 祖先可以超度 清净心供养出家人 世间可以埋怨 那我想各位在缅甸 太有福报了 所以再念一下 众善奉行 你要众善奉行 很困难的 因为越进步的社会 越现实 甚至我们拿一袋食物 说到美国去 看到那个老人很可憐 给他旁边 食物你不能给 我说为什么 我这个食物很好给他吃 万一他生病拉肚子 还可以告你 那不要给好了 你也不能给他药 任何人生病 你不能给他药 你不能给他食物 这样而已 那你要去做善事很难 不容易 但是在缅甸 各位应该把握很多机会 太好了 众善奉行 你想不失得大富 诸恶末坐 来 慈戒得升天 我们不要去伤害众生 我们越来越好 甚至来世升天 如果你喜欢快乐 你就升天吧 因为天上 天上实在是太快乐了 欲戒天 每天都让你享受欲望 世间的欲望会痛苦 你到了欲戒天 你每天都在享受欲望 没有痛苦 吃得再好也不用上厕所 每天身体去快乐 不会生病 天上没有医院 没有厕所 没有人闹离婚的 你可以娶一百万个太太 一百万个都不会吵架 你可以娶 嫁一千个老公 随时跟你在一起 也不会吵架 为什么 因为叫欲戒天 那你如何升天 那你就守戒律 就念一下 不杀身 所以缅甸人很好 每天三规五戒都要念 不偷盗 不邪音 不妄语 不喝酒 那你就升天 不会堕落地狱 鬼道 出身道 那我们念很简单 但是你现在 如果你去国外看 哪一个不杀身 邪音 骗人 喝酒 变成一种习惯 那大家有机会学佛 当然 你会说 我这辈子不杀身 那为什么我身体不好呢 我这辈子 我没有偷盗 我为什么没钱呢 那人有过去式的 因为杀身 过去式 我们很容易杀身 现在还有一种叫什么 来 念一下 间接杀身 什么叫间接杀身 就是吃肉 所以我刚刚念了 餐厅 现在要来 赶快要超度 念一下 你念什么都没关系 这个咒 文殊菩萨说 只要有被吃掉的肉 你帮他念这个咒 这些肉呢 就超度了 那如果你不会念 你就念 南墨文殊菩萨 这是文殊菩萨的愿 所以 当然 这个叫间接杀身 那间接杀身 就会造成病 那当然各位 如果能够吃素 这个叫口福 事实上 吃肉不是口福 吃素材是口福 嘴巴要修复爆 但事实上认为 我吃肉很好吃 嘴巴很快乐 舌头很快乐 但是这种快乐 后面是痛苦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人或其他生命的痛苦 因为这有因果的 你对待别人或其他生命怎么样 你的反作用力 行为反作用力 一定会在你身上发生 所以我们相信因果 你现在所得到的快乐 好都是你以前种的因这样而已 你现在所面对到的所有的痛苦 身体的感情的外表的声音 都是过去种的恶业这样而已 所以再背一次 爱骗人 口才一定不好 爱骂人 声音一定难听 爱讲是非 讲话人家不喜欢听 爱聊天 讲没意义的话 讲话不会清楚 这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 这个人眼睛很漂亮 很简单 喜欢点灯 不喜欢瞪人 喜欢看佛像 所以他眼睛就好看 如果这个人鼻子长得很端正 喜欢点香 喜欢供花 很有香味的东西 这个人穿衣服很漂亮 为什么 喜欢供养袈裟 喜欢布施衣服给人家穿 所以他就怎么穿都好看 这个人身材好 喜欢拜佛 喜欢绕佛塔 身材就是摩托儿 就很简单 那这个都是照的因 所以各位 佛卿说 绕佛塔的人身材好看 声音好听 为什么 因为你在绕佛塔 绝对没有在讲手机 你在绕佛塔一定在那边 念佛 诵经 这样 专心 所以绕佛塔的人 身材好 声音好听 出身高贵 富贵 有钱 来世升天 种种种种的因言 都绕佛塔的人 贪嗔痴会减低 因为你在绕的时候 佛就加持你 消声口意的业障 所以叫声清净 口清净 意清净 内心里面没有贪嗔痴 绕佛塔的人 不会堕落地域 鬼道 畜生道 来世有机会 正见出家 乃至圣天 只是 各位听我这样说 那你不要天天跑去绕佛塔 还是要绕 我说天天去绕 不要自私 绕给谁 绕给没机会绕佛塔的人 你在绕的时候 你要观想 整个佛塔就是世界的中心 然后你在绕的时候 整个世界 你带着整个世界 整个动物 整个天界都在绕佛塔 然后他们都得到佛塔的加持 那这个就是大乘佛教了 大乘佛教 你也叫一切为众生 一切为众生 对对对 因为大乘佛教不讲自己 自己本来就不存在 因为空嘛 也没有这个我 这个我这个身体是臭皮朗 也没有什么贪嗔痴 因为贪嗔痴 也不是本来面目 我们本来的面目是 是佛性 是自性 贪嗔痴是多出来的 你只要不要去想贪嗔痴 它就自然不见了 就像我问各位 各位你现在生气吗 没有 请问生气在哪里 没有啊 本来就没有啊 是你要 你看到那个事情 然后你故意生气 生气是因为有这个因缘而起来 而不是说你本来生气 就放在肚子里面 这是你一个心态的习惯 那如果你经常去思维这个问题 有什么好气的 别人骂我 如果我有这个缺点 那我更应该谢谢他 如果我没有这个缺点 他骂我 那我没什么好生气的 我本来就没有啊 所以各位要懂得安慰自己 要懂得训练自己 所以大乘佛教又告诉我们 本来都是空的 你也叫万法皆空 你要这样 是诸法空向各位念心情 一切法都是无知性空的 那个相貌只是一个暂时的 就像这个花 就像麦克风 就像人都是暂时的 它的本来的面目 是空性 但是空性不能够离开存在的 花是空性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那意思是说 这个花现在是存在 但是它本来本体是空性 所以你要找空性 不能离开花 这样 而不是说空性 就把它烧掉叫空性 而是地球也是空性 肉体也是空性 这个空性叫无知性 无知性就是 没有一个所谓单独存在的 这个东西 眼睛 那如果你科技 科学来发达 你去分析眼睛 眼睛是这些种种的细胞 种种的组合的 所以叫一个眼睛 对不对 就像麦克风是组合的 那这个你要去思考 所以根本就没有我 只有众生 大乘佛教是 活得的目的呢 是要去服务所有的众生 因为众生都是我们活得的住缘 就是爸爸妈妈 没有世界 没有这些爸爸妈妈 而且你相近轮回 所以百千万事我们在轮回 所以无量的众生 没有一个没做过我们爸爸妈妈的 没有一个不是 一只蚂蚁在你线前 一只蚊子飞过来的 都做过你的爸爸妈妈 这一点各位要 你也要相信 这一点最重要 怀疑也是一种烦恼 既然我们归一三宝 释迦牟尼佛这样说 百分之一百 没有错 那你要相信 以这个相信的心态去面对 他骂你 所以这个人爱上你呢 你要怎样说 你做过我爸爸 所以你才会爱我 我做过你妈妈了 你不要误会了 但是世界上说 没有我对你有特别感觉 对啊 你是我妈 当然有感觉了 那你就不会去跟他谈恋爱 因为你相信 但是一般人 你没有把这个佛法放在心里 跟着感觉走 你就说 哎哟 看到他好有感觉哦 真想跟他多讲几句话 那个时候就变成 完了 跟老爸在谈恋爱 跟妈妈在亲吻 那佛陀说 这个就是一种颠倒 所以大圣佛教教我们 绝对相信 念一下 众生都是父母 那这样你也不会吃他的肉 为什么 因为 怎么可能去吃爸爸妈妈的肉呢 对所有的生命 要用平等心的去关怀它 既然我们对爸爸妈妈目的呢 念一下 超度 往生净土 将来成佛 只有这个目的而已 希望他不要下地狱回道 出生到 希望不要有痛苦 要升天 升天还会轮回 直接去极乐世界 将来可以成佛 这是我们对父母唯一的心态 所以我必须讲 那我们如果修大圣佛教 对所有的生命 只有这个心态 不是爱你 不是恨你 就是希望你不要堕落轮回痛苦 希望你超度 希望你成佛 没有第二个分别心 对活的人 刚才讲了 消灾严寿 愿他们发菩提心 他们现在不生病 有钱 而且懂得精进修行 将来赶快去出家 或是成佛 你也不会说 一直希望他去结婚 他去赚大钱 为什么结婚赚大钱 对他来讲更痛苦而已 我想各位 如果你已经结婚了 生小孩了 如果现在在那里考虑一次 要不要结婚 你说这个我会考虑很久来 有时候选择不必要 因为多了一个苦 不自由 所以你要把你这个观念 跟你的儿女讲 你要跟她讲 结婚不见得是快乐 像我就是这种观念 我妈从小哭了 找来被我爸欺负 都是为了你们 不然妈妈早就不在了 这样结婚很苦的 所以我们 后来我们兄弟还是结婚了 他结婚以后 各个都有一个特殊现象 就是对老婆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妈妈痛苦 我自己就不愿意 再让女人痛苦 没有第二个理由 我妈就会笑我大哥 你怎么都听老婆的呢 她不了解我们是一种投射 因为小时候看到爸爸 有时候在骂妈妈 我们就不愿意去骂女人 宁可被骂也不要去骂她 这也是一种投心态的问题 但是会觉得婚姻没有快乐 妈妈说的 我爸爸也不快乐 我爸爸说 我娶你妈妈 是你阿嬷规定的 我真正的爱人 你阿嬷不喜欢 叫我不能娶她 然后就带你妈妈来 然后一个月我就跟她结婚了 所以我没谈恋爱 我只是照你阿嬷说的 你爸爸也很苦 对对对 很苦 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 原来我是在一个 比较没有爱情欲望的家庭出身的 所以我对爱情 对男女欲望 我没有这个追求 也不是那么喜欢 这也有一个好处 所以我想各位 你要从你的环境去了解 比如说你的女儿很爱漂亮 你的儿子很喜欢玩 那你想想看 你年轻的时候 大概就是那个心态吧 所以在那个心态生出来这个小孩 那当然就是那个个性 所以那怎么办 你一直讲他没用 你能够做的是 你改变你自己 你改变你自己成功了 你才有方法改变他 有力量改变他 一个人爱发脾气 你不可能叫对方不要发脾气的 因为你已经不发脾气了 你才有那个力量 这叫自我功德力 方法去引导他不升起 就像我们去亲近这些法师 为什么要亲近他 他没欲望 我每天还忙着赚钱 所以我去学他 看能不能怎么样 没有欲望 那才有意义 如果这位法师 要的钱比我们还多 那你还去干嘛 因为意义就不大 所以我想 讲到佛法 我把当然佛教的重点 刚刚讲了 列一下来 诸而莫作 众善奉行 意思要我们 相信轮回 相信因果 这一点 一定要告诉自己 当你生病的时候 当你碰到不好的 这一定是我的因果 不要怪别人 我首先要做的就是 忏悔 忏悔 所以佛陀要我们 一定要 一定要如此 这个叫什么 佛陀说 在家人 如果有四种具足 这一辈子快乐 来世也快乐 哪四种具足 我们要讲一下 来 信心具足 第二 持戒具足 第三 布施具足 第四 智慧具足 我们叫信戒思慧 就是说 这四个具足 首先你就要相信 要有具足信心 就刚刚讲了 相信因果 相信轮回 相信三宝 所以我们归于三宝 我们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身 因为对佛 相信了 佛是圆满了 这个世间 神明也好 再大的神明 都是还在轮回 所以世间的老板 世间的最有权力的人 他只是一个暂时的快乐 事实上 他将来下台了 搞不好一下台 要被抓去关起来 现在流行关起来 或被暗杀 为什么因为你为了要选举 事实上缅甸也选举过 民主选举 那个选举有一点 也是一种战争 对不对 但至少是比较文化的战争 不是一种真正去干起来 但是这里面就有对立 所以那只是因为 减低人跟人的杀身的战争 而化成另外一种的 但是那种压力很大 所以就算你做领导人 就算你做最有钱的人 最出名的人 对你都是有痛苦的 去追求这个 事实上你看佛陀 或看这些 有些人 像我认识不丹的国王 我故意去研究他 我才知道 人家是天生俱主这个福报 所以他的走路 他的讲话 他的眼神 就是天生就是皇帝 一看就知道 这个人就算站在路边 我也知道他是皇帝 因为长得就不一样 就跟我们长得不一样 我们是狗 他是狮子 狗就是狗 狮子就是狮子 一看他就是狮子 他就是这种 这种王相 我们叫转文圣王相 这是真的 这个没办法改变 所以跟我讲 如果你相信因果 那你就去种因就好了 所以我们相信三宝 相信因果 相信三乐国报 那这是信心具足 但很多人不信因果 很可怜 如果各位你到欧美国家去 你会发觉 你不要羡慕他们 所以有时候人家说 移民移民 儿子要允许哪里 你去缅甸好了 因为缅甸相信因果 因为我们台湾 大陆 很多香港 都要移民 就都说 你去缅甸读 你去有佛教的地方 你去斯里兰卡读 可以 对不对 你去有佛教的地方 因为这个才是 最重要的教育 世间的知识 你拿十个博士 不相信因果 而且你知识越高的人 越不相信因果 这是实话 所以那是最可怜的 那是所以各位你要 随喜自己 我上辈子 修了多少的功德 我才能够出生在一个 充满佛教的地方 每天可以看到 出家人的地方 早上脱波 所以那一天 我们在大起立 后来又到东芝 我就看到 有一个家庭 五六个妈妈 早上煮完了菜 就像在开餐厅一样 出家人一排等着 来拖波 我看他们脸快乐得不得了 这个快乐只有缅甸 有其他地方 没有的 布施的很快乐 出家人排得很整齐 只是缅甸的出家人 跟我们不一样 不能笑的 人家给我饭 我一定 好 太好了 谢谢 免得归宁 没有这样 不能笑 对不对 那我们大称 你不笑饭戒 哦 阿嬷 谢谢 阿弥陀佛 祝你健康 阿弥陀佛 我解缘品 再掏给你 对不对 为什么 大称是说 我要度你 你是我的母亲 对不对 然后接受你的供养 我就希望你得到我的功德 希望你对佛法有信心 这不一样 但是我发现那些 布施的人更快乐 这叫施比受 对不对 有福报 那我想各位在缅甸 太好了 大家都相信 相信 信居主 第二个 你看一下 戒居主 那我们要持戒了 刚刚讲 不杀生 不偷盗 不嫌疑 不忘语 不喝酒 在家 孝顺父母 来自尊敬老人 奉侍师长 这是基本的 慈戒 甚至现在各位 有八观灾戒 短期出家 明天很多短期出家 可以来过这种生活 小时候也出过家 戒居主 再来念一下 斯居主 刚刚讲的 布施 因为我们相信 因果 善恶国报 所以我们就会守戒律 我们愿意布施 所以我来缅甸 最大的快乐 就是布施 布施 而且很便宜 毛巾便宜 牙刷便宜 那天我们去布施 一千多块肥皂 大家很快乐 想想什么 这下我下辈子 皮肤可美了 布施肥皂 皮肤美 那天去 他们牟浴网 他们在盖 盖大佛像 对不对 布施柱子 在佛经说 有七种功德 在缅甸又加一种 脊椎骨不痛 所以各位 你脊椎骨痛 你看那里盖 你赶快布施 对不对 我布施 脊椎骨不痛 佛经是写的是 供养良柱 七功德 当然也包括身体健康 富贵 等等等等 那这些 那各位 你相信 信聚主 所以你要去做什么 布施天花板 男人健康 布施地板 女人健康 在寺庙种树 妈妈健康 那是妈妈身体 比较虚弱 布施那个 什么 饮水机 给寺庙 妈妈健康 布施电扇 给寺庙 身体凉快 不容易生病 布施草息 不容易有皮肤病 晚上好睡 牙齿痛 布施牙刷 绵天太好了 脚痛 布施拖鞋 绵天太多东西 可以布施了 而且又便宜 所以我想各位 你应该忙地 去做这些事情 为什么 难得啊 下回 换你修得很有福报 下辈子 头绪 富贵的国家 你没机会布施了 因为找不到布施了 看不到佛塔 早上哪有人出来偷拨呢 没有了 所以我想 师具足 那比较重要是第四个 来 智慧具足 那释迦牟尼佛 除了告诉我们 当然 持戒 布施 孝顺 能够现实快乐 来世升天 第二个佛法的基本目的呢 是什么 来 解脱轮回 解脱轮回 那佛陀说 那你要了解 四圣体 虽然世间健康 有钱 但是他只是一个夜暴 暂时的存在 天人享受了几千亿年的快乐 但是他的福报完了 他就直接下地狱 做畜生 所以释迦牟尼佛 讲了很恐怖的一个故事 在佛陀时代之前的 六个玉皇大帝 通通死了以后 下地狱 恶鬼岛 出生岛 六个 只有在佛陀的 那个时代的 玉皇大帝 听了佛陀说法 然后归一三宝 持戒 发心 后来他死了以后 又升到更高的天 这样 只有他因为他归一三宝 所以佛陀从天上 为他妈妈讲经下来 玉皇大帝 上帝 归佛陀了 对不对 天降日 这样下来 所以这两个 玉皇大帝 跟上帝 他们就发起一个菩提心 后来成为菩萨 那前面六个 通通下地狱 这是真理 玉皇大帝的寿命 三千六百万年来 玉皇大帝的太太 九十一亿个 但是 你失恋一次 就够痛苦了 玉皇大帝要失恋 九十一亿次 因为每个他爱的太太 就要离开他 离开他 然后他就心里快碎掉了一样 天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你想爱别离苦 我们短短七八十年离开就哭了老半天 对不对 他们寿命那么长 三千六百万年的太太要离开他 三千六百万年 摘起的 这么爱的 这么多的老公 要离开他 对吧 他的心快碎掉一样 比世间人还苦 叫做爱别离苦 所以 这个佛陀要跟我们讲的四身体 念一下 苦极灭道 就是说 这个世间 虽然有因果 有暂时的快乐 但是这些快乐呢 都是念一下 诸行无常 有受皆苦 诸法无我 所以这个世间的 所有的快乐 包括天上 都是变化无常的 都是苦的 都是没办法主宰的 不永恒的 这一点一定要 各位要一直思维这个道理 我们为什么要出家 再多钱 再幸福 都是暂时的 释迦牟尼佛 做转轮圣王 三个皇宫 五百个妻妾一样 宫女在服侍他 爸爸妈妈 对他那么好 他有一天晚上 做梦 四个墙壁压过来 他啪 心外 为什么 这个四个墙壁压到他 没办法呼吸 为什么 生老病死压过来 他要做皇帝 但是他 没办法逃避 这个生老病死 没办法逃避他 爱别离苦 那释迦牟尼佛要 我们去思维 这个世间 所有的快乐 都是痛苦的开始 各位这句话 你要经常背 第一次 所有的快乐 都是痛苦的开始 你想想看 有没有道理 有求皆苦 因为你所拥有的爱情 身体 地位 生命 最后都是轮回苦的 这一点 我们要去思维 那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你不了解 所以才会痛苦 所以希望各位 今天有机会 大家来听佛法 下回任何一位 比丘啊 法师讲课啊 你要带你儿子女儿去听 然后就算他没办法来听 各位听到 你回去要跟他讲 你一定要跟他讲 那为了要跟他讲 你可能要对他很好 让他有机会 愿意听你讲 不然他又要去打手机 妈妈你这样讲什么 他要去上电网 上网了 他没时间听你说了 所以你要告诉他 这个真相 这个世间 所有的快乐 都是痛苦的开始 所以期待爱情也很痛苦 有了爱情也痛苦 失去爱情更痛苦 所谓爱情 包括事业 包括一切都一样的 生小孩更痛苦 你不生 你还没有担心 一生就怕他生病 怕他变化 怕他长大 因为放不下这个心 就像我妈妈 已经84岁了 我这一次出来国外之前 他又生病了 送医院 送医院 他第一件问了什么 把我们这四个兄弟 名字一直念 一直念 为什么 他可能要走了 他怕他走了 至少 最后看一眼才走也好 对不对 妈妈活在这个世间 就为儿子 其他都没有 就四个 所以他们就打电话给我 我赶快打电话给我 妈妈妈 我现在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开始在为你做 他就笑了 他至少听到了 他认为说 就算我进医院要走了 要死了 他就甘愿了 那我大哥也赶快 打电话给我二哥 我二哥在大路 赶快跟妈妈讲话 全部讲完了 报告完毕 结果医生看看 没事 就回来 还没有要死 但是这是他唯一的希望 因为他惦记了 惦记了小孩子 所以因为感情 所以我知道我妈妈 可能活不会太久了 因为器官老化了 对不对 所以我这两天 把我很多很多的钱 积聚下来 替我妈妈全部布施完 回向给众生 这个钱也不是我 都是众生布施的 那是因为我妈妈 我用我妈妈的名字 回向给所有众生 全部把它做完了 那我那个秘书说 师父 你妈妈就还没死 全部你做完了 我说地藏经说的 如果妈妈往生了 你做功德 他只得到七分之一 对不对 妈妈这一次在念儿子 他认为他可能会死亡了 所以我要趁现在 百分之一百的 用他名字回向给众生 让他功德大 也感谢这些护法居士 所以明天 我用我的妈妈名字 在救了一百零八支 不要被杀的牛 然后呢 我用我的妈妈的名字 从昨天开始 两场的一百零八场 天天放生 是救四场那个 要被杀的 印经典 挂金凡 供养僧人 然后就要趁妈妈在 我讲这个意思 希望各位 如果你妈妈爸爸妈妈还在 你就多帮他做 当然往生以后做 他也会得到 只是比较少 现在活活的时候 多帮他做 事实上你帮帮妈妈做 请问功德谁得最多 自己 真的就是自己 你一百块 用妈妈的名字去布施 等于布施一百万 因为孝顺的力量 你用你的名字 跟用你妈妈的名字 完全不一样 有些人说 我用我的名字 然后再回向给妈妈 力量就减低 因为你还执着你的名字 你直接用你的钱 用妈妈的名字 然后去布施 又回向给众生 我那力量很大 那种孝顺的功能 用你的师父的名字 用妈妈的名字 你干脆用佛陀的名字 比较快 意思 佛陀要这样讲 就叫不要执着 钱不是自己的 但是用众生的名字 用三宝的名字 用母亲的名字 去回向给所有众生 那力量很大 所以话要讲回来 佛陀讲 智慧具足 就是各位要了解 苦的圣体 疾就是苦的原因 是什么 苦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没智慧 叫无名 对变化无常的 这些东西 居然产生贪爱 执着 我要抓住你 我不放你 那这样就会造业 然后就是苦的原因 所以所有的痛苦 是因为自己 有这个执着 没智慧 不了解四圣体 没有空性 对变化无常 贪爱执着造业 所以那你要消灭痛苦 叫灭的圣体 那你就要消除无名贪爱 消除业障 所以你就没有痛苦 那你如何消除无名贪爱呢 那你就要持戒 禅定智慧 叫戒定慧 过了八正道的生活 那我想各位在缅甸 很多大法师 都会讲四圣体 八正道十二因缘 讲得非常好 很细 那各位要多听 要多听 那我们虽然是 我们是学汉传 达成佛教拜观音菩萨 那并不是说 我们就不需要听 巴黎文的经典 缅甸文的经典 而是说 一般听 是为自己听 那我要去出家 我要断烦恼 那我们听呢 是为众生听 希望众生都了解 四圣体八正道的道理 所以这个叫 智慧具足 那有智慧 才可以解脱了 这是佛教的根本目的 那更伟大的目的 不是你个人解脱 而是愿意 来 愿所有众生 离苦得乐 这个叫什么 来 普度众生 大乘佛教 希望大家学观音菩萨 学地藏王菩萨一样 自己不重要 自己本来就没有 空性暂时存在了 我这个我是假的 臭皮狼 我的心也是幻化的 无自信的 我就要讲禅啊 空啊 所以你也不要太关心它 我只要健康的 我就可以修行 这样就好 我只要心平静 我就可以修行 不要太在乎那么多 但是你要在乎别人 但是你越要在乎别人 你越要清静 这样 如果你这个人很喜欢生气 欲望很强 嫉妒心很强 那你也没办法 去帮助别人 那你为了要改变你自己 那你要经常的思维空性 那各位一定要 念下来 多背心经 多思维心经 多修行般若心经 这个背就是 你要多念 多念了解 佛陀讲空 那我为什么会烦恼 你了解你才会 知道什么是烦恼 无言耳鼻舌生意 无色声相畏触法 那我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呢 试受想行事 肉体也好 感情思想行为 那些想法 都是空的 那为什么我会觉得 高兴痛苦呢 所以无苦即灭道 那这个世间 这个轮回 四胜体也是为了 为了对峙轮回 而不是说 你要执着这个 这个痛苦 无无名 本来就没有 是你起心动念才有的 一无无名境 水不生不灭的 你也不需要去特别 去消灭无名 你只要不要起心动念 就OK了 水如果清净 那就OK了 但是如果当然 你有特殊的贪嗔痴 那你要去找 消除的方法 一定有 要对峙它 但是如果你 你经常观想空性 在背试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应作如死观 凡一切都是虚幻的假的 你要一直告诉自己 虽然我这样讲很简单 各位很难做 为什么 我儿子 我太太 我老公 你每天念儿子 比念佛经还多 因为你已经 跳进去那里面了 就像一个女人 有一天 有一个女孩子 我说 你不是要出家吗 我说 师父 不行 我说为什么 我爱上一个人 完蛋了 爱上一个人 就不能出家了 对 没办法了 因为我只想跟她在一起 所以各位 那就没办法 本来要出家了 所以我讲到这个 我有点伤心 因为以前 我记得我刚出家 有一个女生 长得很端正 很认真 她跟我说 她要出家 我跟她说 我这边 因为我出家 没有很久 我不适合 那你可以 先去中心帮忙 你找到适合的道场 你去出家 我也会帮你介绍 后来 因为她长得漂亮 又乖 就有一个男生离婚 就天天去帮 去服侍她 开车 然后就 这个女孩子 就爱上她 完蛋了 有一天 我去办公室 桌上刚好一张字 什么都没写 就写那男的名字 写了几千个 我说干嘛 这谁写的 一个女孩子 爱上个男的 发疯了 整张指头上的名字 然后我看这个名字 这个男人 我又不喜欢 他是个坏蛋 他是个玩弄女人的 高手 我就完了 这下完了 后来呢 后来 这个男的 当然不会跟他结婚 然后这个女孩子 就很伤心 后来就得癌症 就甘癌 然后死之前 死得很难过 本来很清静的 像公主一样 被毁掉了 出家都没出家 就这样 怀恨 得癌症 死掉 当然这个男的 也没好下场 因为这个女孩子 不会放他干修了 因为他害死他 法律上是没罪的 法律上没罪 但是另外一个帮凶 也得癌症 也死 因为这个男生去 当这个男生 去找这个女孩 谈恋爱 另外一个也经常 跟他们在一起 他也没有去阻止他 后来他都口腔来死 很久才死掉 这个因果很恐怖 很恐怖 那当然另外那个 我这个男 现在也不太好 一定不好 因为这不太好超度 不太好超度 为了感情 这不太好超度 所以当然我讲 我们 你要去帮助众生 我要出家 那你要问问你自己 你真的放下了吗 你不能等着因缘来 有些女孩子是 登登登 等老半天 没缘 只好出家 那哪一天出家 那你要干嘛 还俗吗 因为你要内心告诉自己 欲望是痛苦 这是决定不能改 叫苦的真理 苦的真理 之所以会痛苦 是因为你有这个欲望 你想谈恋爱 你想抓住什么 所以你才会痛苦 所以这一点 就像我要出家以前 我的那一位比丘尼法师 问我 你还会不会追求金钱 我说不会了 你还不会谈恋爱 谈恋爱 不会了 你一定要想清楚 那他就问我 那你还不会想儿子 我就不讲话了 我说会啊 所以你不能出家 那他说什么 那你要一下课就来 不上班就来我这边打坐 你要把想儿子这个心 从内心里面断除掉 不然你不要出家 各位这个一定要想清楚 因为有很多女孩子出家 特别比丘尼 她可以不想老公 但是她女儿要结婚 她都要管 她儿子怎么样 她还要管 儿子没钱 还来找比丘尼妈妈 为什么 放不下 那比丘尼要往生了 她钱留下来 不是给寺庙 写下来是 交给我儿子 因为做妈妈永远放不下 所以她等于没出家 她是外表出家 心没有出家 所以我在想啊 各位一定要念习放下 就是说佛陀制定六灾日 那这六天 你要住在寺庙 专心的去忙寺庙的修行 打坐 帮助别人 做义工 你要学习这六天 没家庭 没子女 这样 你不要说 我是为了儿女来修行的 你不能 你那一天你放下 你练习二十四小时的放下 将来就可以让你解脱 乃至至少升天 练习看看 就像各位你结婚了 你也要练习六天 这六天不跟老公睡觉 不跟太太在一起 就那天你要练习 你说不行 她一天晚上没回来 我睡会早觉 她没有跟我一起吃饭 我不行 那你就粘着很紧 你就没办法解脱 所以你要练习放下 那六天习惯了 大乘佛教 练习十天 这样 这短期出家 它就让你练习 连续七天 连续二十一天 你能够专心地修学佛法 而习惯 没有那个依靠 像我在家 我也曾经 因为我 有一次 因为我小孩子 三四岁的时候 有一次我太太要出国很久 那我想说没问题 她出国 那这下我不自由了 我快乐得不得了 结果她出去几天完蛋了 我开始想她呢 为什么 没人照顾小孩 我这下课烦了 所以我就觉得 哇 她不在 我不方便 我很多不方便 自己也不会煮饭 洗衣机也不会用 那时候才觉得 她不在 我不习惯 所以这些各位 你一定要练习 练习 能够学习 放下 因为你不放下 你要去帮助别人 你就会障碍 所以站在大乘佛教 你为了要帮助众生 那你一定要有空性 就是一个学习放下 那当然你 你现在一定要问你自己 到底你什么放不下 你不愿意接受 什么事情发生 这一点你要想清楚 念一下 思维无常 这一点你要想清楚 就是说你现在拥有的 你要想着它变化 而且你要想几百遍 习惯它 就像那时候我打坐 我师父给我的课题是 我儿子死了 我儿子怎么样了 然后他永远 我看不见他了 他叫我想几百遍 一定要想 当然我会掉眼泪 因为人有感情 但是他说 你要彻底地想到 不会掉眼泪 接受了 现在是 怎么帮助他 而不是他死了 所以各位 现在你最爱的人 突然死亡 你在那边哭 在那边痛苦 对他没帮助 那个时候你赶快 我为你送地藏经 我为你去点灯 那个人对他才有用 那你要有那个准备 那有时候你要想一想 你儿子 你爱的人离开你 你那么痛苦 那隔壁一个老人死掉了 你为什么都不关心他 哎呀原来我很自私 我自私我爱的 我对那些 跟我没关系 原来我是这种人 像我出家是因为 很坚定是因为这个思想 我妈妈还没有生病以前 我就知道我有这个问题 原来我这么努力 都是自私的 我只有对我的儿子 家里这么好 我关心自己 超过一关心别人 我好自私 所以我觉得我很惭愧 所以我那时候 内心就决心要出家 只是我不敢讲出来 那因为我妈妈的生病 让我发怨 我一定要这么做 我不能再自私了 为什么因为 医院也不是跟我妈妈在生病 整个医院这么多人在生病 那时候我妈妈生病 隔壁间有一个老人家 因为他躺在床上太久 屁股一个洞很大 烂掉了 他们刚好我过去 我看到 然后我就觉得 哇 那个太痛苦了 原来医院里面那个痛苦 没办法形容 我那时候就觉得 我不应该只关心我妈妈 但是我妈妈 我必须为她发怨 但是我 她也不可能修行 是我必须要做的 那我看的是 《地藏菩萨本愿经》 所以《地藏经》要告诉我们 众生都是母亲 虽然我有出离心 那时候想要出家 但是觉得自己自私了 很痛苦 等于把自己给毁掉了 一个人成功 他觉得很骄傲 但是如果哪一天 他觉得他这个成功 是动机 都是自私的 你会觉得自己很没用 很惭愧 我那时候就这样想 然后因为我妈妈的问题 我又看《地藏经》 就发起了另外一个心态 所以我应该很积极地 去服务别人 去帮助众生 去推广佛法 如果每个人都早一点了解佛法 那大家就不用再做这么多的措施 就比较好修行 当然我发起这个愿 那对我很重要 那我妈妈也像奇迹一样的好了 所以我现在告诉人家 哎呀 在大的病你要相信佛法超过相信医生 而不是排斥医生 医生也要看 但是佛法的不可思议 真是不可思议 流都会不见了 莫名其妙都不见了 那个痛苦一下散了就不见了 你认为不会好了都可以改变 这是佛法的不可思议 所以在这一点当然医生是给你身体的助缘 你还是要配合 所以当然大乘佛教 那各位要去思维这个道理 再背一次 众生都是母亲 愿所有母亲众生 离苦得乐 最后成佛 普度众生 所以站在大乘佛教 生命的幸福就是成佛 因为成佛 你才有能力帮助众生 虽然你很痛苦 什么意思 因为你必须不断地来轮回 你想 倒架持航 不舍众生 所以观音菩萨也好 地藏王菩萨也好 他们都是这样 自己下地狱 自己去恶鬼道 哪里有苦难 你就要到哪里偷胎 各位下辈子我们一起去非洲偷胎 好不好 我你看大家都这样 这开什么玩笑 这就是因为怕苦 所以菩萨一定要有个空性 哪里有灾难 有痛苦就是我偷胎的地方 要这样 不然你就不叫菩萨 那为什么会怕痛苦 因为你有一个强烈的 爱护自己 怕自己受苦 我怎么去投去非洲呢 一辈子都不用穿衣服 就皮肤黑黑的 这样 那这样不行的 因为我们怕受苦 怕受苦就不行了 所以释迦牟尼佛下过地狱 释迦牟尼佛都发誓 为一个受苦的众生 可以为他下地狱 一百三十亿年 要十节 替他受苦 做一个就可以如此 替他下十节的二轨道 因为释迦牟尼佛的五百大院 这样他才可以 而且真的这样去做 他才可以称佛 所以菩萨很伟大 所以各位家里一定要拜准观音菩萨 我地藏菩萨好不好 因为太伟大 所以释迦牟尼佛说 你供养菩萨一杯水 超过供养整个地球的出家人 跟阿罗汉的功德 因为菩萨那种伟大的菩提心 太伟大了 当然我们拜佛 释迦牟尼佛 因为如果你了解释迦牟尼佛 累劫修菩萨道的伟大 而成佛的心态 来拜释迦牟尼佛的话 那他的功德就超过一切了 叫无上福天 但是我们拜释迦牟尼佛 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心态 我想要解脱 我想要幸福 而不了解佛陀的伟大的时候 所以大乘的经典 各位一定要看 因为你才会知道 每一个佛的伟大 那种心态会让你佩服到不得了 而且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佛 学佛的心态 学佛的行为那种伟大 当然站在缅甸佛教 他们把佛就当做阿罗汉 我只要没有贪嗔痴 我就变成阿罗汉 就跟佛一样 那站在大乘是 不是 那个佛 那个是整个世界都是阿罗汉 都没有办法跟佛的一根头发的功德比 所以成就阿罗汉 只要三辈子精进 就可以成就阿罗汉三辈子 你要成就佛陀 那没办法算了 叫三大阿僧奇节 没办法算了 而且光断头至少就要一千次 去布施 布施血肉要几百万亿遍 然后呢 这样而且每一个众生的苦佛陀都要接受过 如果你没有去感受他的苦 你就不会有悲心了 你要跟他一样的苦 所以在这一点 如果我们念观音菩萨 不是说求观音菩萨加持我离苦得乐而已 而是说我们念观音菩萨的时候 这个人在得癌症 这个人被打 这只动物被杀 那你要把这个苦跟他连在一起 完全感受到他的苦 甚至自己都会哭得昏倒一样 痛到昏倒 然后那个时候你再来念浦门品 念大悲咒 你要有这个大悲为基本 为根本 然后再来念佛 这一点是一定要强调 因为一般人念佛会念到打瞌睡 哪有人在屠宰场打瞌睡的 因为你已经轮到你要被杀了 你不会打瞌睡的 你要有这个大悲心 来念佛来持咒 不管你去 那才叫佛法 所以大乘佛教的伟大时代 因为你已经 就像你的儿子现在在被开刀 你的妈妈正在流血 然后你心里痛得不得了 这个叫悲心 而且不是对你妈妈儿子 而是你要去感受到对方的苦 所以我讲这个各位 你一定要知道 一般人看到坏人 我会骂他 就没慈悲心 这个坏人 他等一下要被关 他可能要下地狱 你光想到这个 心都快裂开了 知道吗 一个妈妈看到儿子在吸毒 为了吸毒去杀人 妈妈那种痛没办法形容 而不是恨小孩子 妈妈打他 你怎么会这样 妈妈是爱他的 这个叫悲心 悲心不是文字 悲心是一种心痛 生痛的感受 叫悲心 这一点我要强调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很喜欢看经典 甚至说我是大乘佛教 我修险教 我修密宗 但是我看到别人痛苦的时候 他没感受我就说 这个人不能修的 今天有个老人进来 有一点弯腰 你心里就很痛 你就想要赶快冲过去帮助他 这个叫大乘佛教 因为你忍受不了那个痛苦 你一点点都不行 那你适合修大乘 因为你有 所以福经说 一个人修了慈悲心 如下地狱一样 为什么 他没办法看到别人在 就像你看到路边 一男一女在谈恋爱 你就会很痛 因为他们两个都会很苦 你会很痛 而不是你要去骂他 如果你看到别人做坏事 你去谴责对方 这个是没悲心 这是批评别人 所以佛陀说 对破戒的人更要有悲心 别人的错就是你的错 你才叫慈悲 你叫同体大悲 你要有那种 你跟我是连线的 同一体的 你要有那种 所以修慈悲观 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有慈悲 所以我以前刚开始修不静观 那必须要修很久 那修完不静观 我的师父叫我修慈悲观 就是说 你看到猪你就会哭 你看到老人你也会掉眼泪 就是说 你光想到你就会痛苦 那因为很痛苦 就痛苦到没法活 所以师父说 那你要修空性 你要把那个我拔除掉 你保留痛苦 但是你心里还要清静才 很平静 你才可以救对吧 就像现在你拿了刀子 你要替你妈妈开刀 而且这一刀不能打麻醉的 妈妈或儿子会痛得要死 那个时候你真的会发抖 你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你不帮他做 他就会死 你帮他做 他现在会痛 会痛到不得了 但是你不能不做 你要有那种感受 那空性就是说 那所以你很冷静的 必须帮他割下去 很痛很痛 但是你知道这个痛完 它等一下就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你已经流了满身都是汗 因为你知道很痛 那这一点 不是你读书或读经可以去修的 所以大乘佛教的禅修 跟小乘佛教的禅修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在南传佛教的禅修 出禅 二禅 那种赤地 然后那种空性 那个时候是自己的 自己的 因为我可以达到那个目标 甚至我可以解脱 我可以开发神通 好像这个是很伟大 我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怎么样 因为有神通人家会尊敬你 这还有一个 有一个想要得到什么 但是站在大乘 他直接叫你超越这一点 超越这一点 你要关心的是众生的心态 而不是你的心态 你要绝对融入于对方的苦 以这个苦为目标 再来禅修可以 所以我可以 这样子讲是很残忍 我很感谢我妈妈的生病 让我很急 很苦 让我瓦解了 为什么 我活在这个时间 读这么多书 我好像在社会上很有地位 做了很多事情 我一点用处都没有 因为我妈妈在痛 我一点都没办法 我只能跪在地上 求她不要痛 我没有别的方法 我才觉得我做这么多事情 没有用 就算我那个时候是医生 那时候医生也跟我讲说 没办法 他带我去看 X广没有办法 现在只能化疗 只能想办法 减低痛苦 但是我产生了奇迹 为什么 所以我在没办法的时候 我有机会读到地藏经 那我当然会用百分之一百的心态 去学地藏王菩萨这样发怨 因为地藏王菩萨下地狱 我也愿意下地狱 只要我妈妈不要痛 对 我发起那个心的时候 愿意出家 但我妈妈奇迹似的好了 那个医生 他只能用 不可能 我没有错 我说医生我没有讲你错 因为他不能相信 他说他不能相信 就是这样好 你癌细胞都没有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这就是为什么 发一个伟大的慈悲心 菩提心 可以改变世界 所以一个菩提心 可以改变地水火风 就像摩西要带着 那些人过河 大海都会分开 因为摩西的悲心 但是如果又站在一个 所谓大乘佛教这种 这种观音菩萨的心 地藏菩萨的这种悲愿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那那个力量更大 那为什么要有这个力量 因为你要帮助众生 而且众生的苦 你真的很没办法 儿女的痛是妈妈 百分百的痛 所以我有一点体悟 就是这样 我儿子在发烧咳嗽 我就没办法睡觉 我没办法 我连公司都不去 我就 我以前太太还骂我 你爱儿子超过爱他几千倍 我说你才知道 这没办法 我也瓦解了 我也不知道 我会为什么会变这样 他站起来 我就一定要站起来 他坐下我怕他这样 他不能坐在车上 我怕他车祸 我那时候最担心 就是我妈妈跟我儿子 我还不担心我爸爸 我有点自私 但是那时候因为没有空性 后来我懂佛法了 我就非常同情我爸爸 以前我是同情我妈妈 被我爸爸欺负 后来我就同情我爸爸 哎呀我爸爸你好苦啊 你没有爱情可以结婚啊 对不对 没办法啊 你阿嬷说啊 而且他对我妈妈很好 他自从跟我妈妈结婚以后 我爸爸这个人 我佩服到极点 没有外遇 他答应我的祖母 要娶这个女孩子 他答应了 他就没有外遇 以我爸爸的条件 可以有几百个万个外遇都没问题 但是他没有外遇 但是因为也没有外遇 他就会抱怨我的妈妈 因为他对我妈妈忠实 但是他就对我妈妈会严格 事实上他是 这是爸爸爱妈妈的另外一种方法 不是恋爱的爱 一种责任的爱 那这一点对我很好 我希望各位你做父母的 你一定要把这种 示范给你儿女看 你怎么爱你先生 你怎么爱你太太 你儿女以后就是用这种方法 如果你感情很乱 你做得不好 你就是在恨你的儿女 所以我结婚以后 我这个人可以有外遇的 我是搞留业的 我赚钱搞 我可以 但是我爸爸这个模范很好 我绝对不玩这个 我不乱来 因为这个对不起太太 既然要结婚了 这是爸爸教我的 那个是妈妈教我的 妈妈教我是忍辱 忍辱 所以我觉得佛教里面 为什么要我们 亲近善知识好朋友 那像各位是在家人 你一定要扮演你儿女 或是你父母 你兄弟姐妹的模范学习对象 这个叫菩萨 菩萨不分在家出家 你的行为很重要 就像当然各位 你去亲近一个法师 那这个法师 如果他人很正很慈悲 你会觉得你很快乐 很幸运 我可以碰到一个好的老师 全世界很多都是在讲钱 讲执着那个 虽然有些法师不讲钱 但是他执着法 这个对那个不好 批评力很强也不好 但是我们的生命 能够去依止到真理 当然这个法师好不好 因为他没有个性 他只有把佛经拿来成为他的生命 他就是一个好的法师 就很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想各位都会看佛经 你把佛经的道理 用你圆满的生命去实践 那就是很好的修行者 修就是 什么叫修 你讲思想改变 行就是行为改变 所以思想改变行为 我们以前是贪嗔痴的 我执的 现在我们要学佛的心 学观音菩萨的心 空性 悲心 菩提心 为众生成佛 你只能有这个心态 不能有贪嗔痴 不能有个性 要用佛性 这个叫禅 要用佛性 用佛的心来过生 行 所以我讲话 行为 就按照佛陀的心态 展现行为 行为的展现叫戒律 所以 那如果你是学观音菩萨 你家里拜观音菩萨 那观音菩萨就是你 身口意 学习 这个叫修行供养 三叶很鼎丽 我们要拥有身口意 去供养观音菩萨 学观音菩萨的慈悲 讲观音菩萨的话 做观音菩萨慈悲的行为 请问观音菩萨会吃肉吗 有时候我问信徒 我说你拜观音菩萨 拜水果啊 那你拜你拜什么 拜肉啊 我说你都知道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拜 拜祖先呢 也拜肉啊 那他会下地狱的 所以你拜祖先 千万不能拜肉 你说我孝顺的 我妈喜欢吃鸡腿啊 你用一只鸡腿 拜你妈一次 他多做五百只鸡被杀 孝顺也要有智慧 你没有智慧就是害对方 所以因为佛经写得 非常的清楚 真正的孝顺的方法 替妈妈供养上宝 替妈妈慈悲 那我们呢 持戒律 对不对 我吃素 我守戒律 那父母就离苦了 那我用父母的立场 供袈裟 帮助穷人 父母很有福报啊 但是福报是不究竟的 以这个福报 来 听一下 愿父母祖先 上平往生 极乐世界 这才是重要的 我们替儿子选学校 都要选最好的 贵没关系要好 那是各位 关心父母要超过关心儿女 请记住这句话 一般呢是 关心儿女超过关心父母 关心爱情超过亲情 所以我常跟很多女生说 如果你交到一个男朋友 带给你妈妈爸爸看 他们两个只要摇头 你就说 那我们两个缘分到了 你要用各种方法 为什么 亲情要超过一爱情 但是如果一个不孝顺的人 爱情超过一父母 这一点你要先做好决定 这个叫信记住 我决定这么做了 有信心的产生戒律 我一定要这么做了 这是不能改变的真理 所以我想各位 你做太太的人 千万不要为了 你的一个情绪 你老公昨天晚上喝酒回来 然后你就在他爸爸妈妈面前 跟他吵架 非常不孝 非常不尊敬 下辈子你一定没父母 或是没有一个好父母 孤独的 为什么 因为你让你的先生不孝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 身为女人 身为男人 身为儿女 他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这一点一定要很确定 这是佛教的戒 佛教讲六方理经 对爸爸怎么样 对儿女怎么样 对太太怎么样 对先生怎么样 对老板怎么样 对职员怎么样 这些你一定要看 那学佛 希望各位要多看佛经 缅甸 应该有很多翻译的 很好的佛经 但是各位 你不要每天忙着去拜佛 布施 这个是修福宝 但是如果你不看佛经 你不看佛经 你的思想是用你的想法 去盲佛教 哪一天你会变成 控制佛教的人 利用佛教的人 我们叫什么 佛门老油条 自己不修行 管管别人 用自己肤浅的想法 去批判佛教 去批判佛教 因为你不懂佛法 所以我想我们修行 是福慧丧修 对不对 布施 持戒 修忍辱 努力 修福报 但是你一定要有智慧 智慧 佛陀跟我们说 没有佛陀的时代 以经典做戒律 以经典去修行 然后去守戒律 这才是我们最好的医子 因为这种时代 你要找到真正好的老师 法师不容易 因为这个叫末法 末法没办法 末法很难 但是各位你就老老实实的 你要修解脱道 那你把巴黎文经典看清楚 然后你就按照这样去修 那我觉得缅甸很有福报 缅甸一定有很多阿罗汉 因为缅甸是一个石修的地方 所以土地里面还有宝石 禅定的地方才有宝石 真的有很多人在禅修 在努力 那你要得到阿罗汉的果报 但是得到阿罗汉不是为了神通 这一点要强调 是为了入涅槃这样 你去石修 当然有一点 有生起一个有缘词 因为有阿罗汉 他们还是愿意说法 他们愿意把正的罗汉的方法 告诉我们 因为正的罗汉 但是你要修大乘佛教 那各位一定要念一下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那你一定要看经典 所以我各位会看中文 今天晚上要先回去放鞭炮 我会看中文 为什么 我就可以看经典 你不会看中文 要哭三天 好可怜 业障那么重 赶快叫你儿子去把中文学 你读了一百个博士 还不如读中文 并不是说读中文 要跟中国人做生意赚钱 不是那个意思 因为我要看经典 这个经典 全部在中文里面 在解脱到大秤密秤 都翻成中文了 当然哪一天 你又一学巴黎文 你又一学藏文 那真的是太伟大了 像我就发愿了 我下辈子都投胎做人 从小我就出家 就开始中文 英文 巴黎文 这样我通通学完了 我已经发这个愿了 父母还没找到 现在也不用找 等我死了 再来找 那是因为 但是也为了下辈子 我要更精进 但是话又讲回来 来投胎 会不会在这边谈恋爱 追求钱 这个你要确定 如果你认为你来投胎 还会去追求金钱 追求谈恋爱 你先不要来 先去极乐世界再说吧 除非是一个已经正的空性的人 所以像我是怎么发愿呢 我又不知道我有没有正空性 但是我已经发愿了 把生命交给观音菩萨 当我死亡的那一刻 不管我怎么死都没关系 那观音菩萨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叫我去天堂 去极乐世界就去 去哪里我都去 叫我下地狱我也要去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 这是我对观音菩萨的 全然的生命的奉献 这样对我很好 就像一个女人已经找到老公了 OK了 把生命 依止 所以各位这一点 你的生命一定要有一个点依止的 依止的 然后呢 那这样你就放下了 因为我很愿意再来 我希望一直来投胎 能够学佛帮助众生 但是我没有资格 所以观音菩萨说 那你要先去哪里 那我就去 观音菩萨说 你可以来 那我就赶快来 因为 那这个对我有个帮助 各位当然 就是说你把生命交给阿弥陀佛 你把生命交给地上王菩萨 都OK 就是不要相信自己太多 你把生命交给了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会 他们是负100%的责任 但是我把生命交给观音菩萨 各位 你要把你的思想行为交给观音菩萨 你不能说 我喜欢吃肉 我喜欢生气 我喜欢谈恋爱 观音菩萨的戒律 没有这一套 没有这一套 所以 因为那个是你的思心 那你就不是 生口意三叶 供养观音菩萨 我想 国家需要有那种 我愿意把生命 奉献给国家的人 我想每一个地方 都需要这种人 我愿意把那种